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存小錢花大使 就是把小錢存到這個愛的麵包裡面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用這個來做一個呼籲好不好 我們來試 因為今天媒體都在現場 我們也希望所有媒體能幫助李安呢 這一次最重要擔任愛的麵包大使這一段 把它宣傳出去 讓所有人都知道 怎麼樣子來擔任參加這次這樣的活動 直接說 直接可以吧 對 就是代言人了 好像有點難 不會不會 就是 愛的麵包呢 就像上面寫的 小鈴錢 大愛心 那希望大家也都省下你平常生活的小錢 化成一筆大錢 然後去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 快來認明吧 那你對於波士尼亞有什麼樣的一個 現象 印象 其實 我有上網做一下功課 你已經上網做過功課了 但是我發現做了功課以後 還是沒有了解 因為那個地區實在是太複雜了 因為不知道的朋友他其實是在巴爾幹半島 對 然後前南斯拉夫那些 然後有很多的內戰 那那個時候又分成很多很多不同的國家 塞爾維亞 波士尼亞 然後那些 所以其實你要我真的去搞清楚他們之間的差異 就有點像是可能外國人來看 台灣的什麼自己內部的這些 怎麼不差一趟也分不太清楚 是差不多的意思 但我覺得那就是這次去的意義所在 那除了大愛心劇也是更了解他們的文化 那當你知道你要過去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期待其實 見到這兩位 一個是貝克 一個是我們的馬蚁亞小朋友 這兩位 會 會有點期待 但也有點緊張 有點像 因為 就是不知不覺中 就成為人父了 然後 然後要去看自己多年不見的小孩那種感覺 會有點激動與忐忑吧 是 我最擅長的就是音樂嘛 那可能就是帶著我的吉他去 那像剛剛影片裡面也說 希望可以他彈一首歌啊或是什麼 那我覺得 更何況我是一個創作人 那 代言這個活動 也有一個很互惠的方面是 除了我可以呼籲 然後 我也得到一個機會去一個 我這輩子可能 如果不代言這個活動 可能都沒有機會去的地方 那去了解一個完全不認識的文化 然後去做很多的互動 然後 那樣子會有更多更多的 創作上面的敏感 可能就 這次這個活動就是呢 我們要感謝我們很多 台灣世界展望會長期的這些資助人 所以我們辦了一些音樂會 這是我們在三月份舉辦的 全台四場 愛心資助 101 2013的 Family Day的一個活動 這四場的活動當中呢 從3月20號 在我們的花蓮的文化局的演藝廳 3月22號的台中的中正國小的中正館 以及3月23號在台北的台大綜合體育館 以及3月24號的高雄的安生長老教會的新堂 這次場活動 跟李安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你會出席當中的一場對不對 沒錯 那他會出席的就是我們在台北台大綜合體育館 他當天會在那裡做一個表演之外呢 跟大家做音樂上面的交流 另外呢他還會用愛的麵包 來跟大家做好好的呼籲 所以想要拿到 為李安親筆稱名的愛的麵包 在我們的3月23號那天 在我們的台大體育館 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天 這是你會在現場對不對